海鸥集团赞助 云南白药器物剂 跌打损伤纷纷就见效 荣誉呈现 海鸥中华文化书院 那好 那如果说到筷子 那我想请博士来告诉我们 一般上这个筷子怎么延伸出来呢 因为在现代的社会来说 已经很难想象 这个筷子到底是怎么发明来了 因为古代在五千年的时候 在中国的时候 以前的人是用这个树枝 做成那些树枝 加做那些食物来吃 因为一般上就是烧烤 因为以前五千年前 没有所谓煮吃的嘛 都是拿来烧的嘛 然后烧那些动物的肉 就拿树枝加造来吃 所以这筷子就慢慢衍生成 这个筷子的由来 当然以前用的就是树枝 后来当然也是用其他的原料来做 这个就是中国筷子的衍生的由来 而且因为以前他们在烧烤肉的时候 一般上都把它切成小块 所以他一般上用这个筷子 用个树枝做的筷子来吃就可以 用刀来切了 因为这样是小块了 就是他们在煮的时候 就已经切成小块了 而且煮熟之后呢 因为烫不方便拿 主要是拿来烧烤 因为以前是没有煮的嘛 就在所谓原始时代的时候 都是在就拿来烧烤了 甚至火就拿来烧那个肉来吃 就是为了避免烫手 就拿树枝把它夹着这样子 因为数字也是防热嘛 这个不会弄到手会痛啊 这个筷子老实讲 在中国的发明来讲 是第五大发明 是可以说是在指南针 这个纸啊印刷火药之后 第五大发明 可以说是个非常重大的发现 因为筷子只有在中国使用 后来当然是有传到去 日本啊韩国 越南等国家了 不过一般上筷子 功能是在中国发明的 在五千元已经有了筷子的 这个使用了 当然是在唐朝时候 才传去外国了 这个筷子主要在 也是可以代表一个 所谓人民的生活水准 这个繁衣了 因为以前在贫穷时代的时候 这个筷子一般上是扑术无法的 就是那种粗很粗的 不过现在你可以看到 现在很多用金啊 用银啊 用鱼啊 用野兽的骨头来做这个筷子 所以现在筷子也是代表 一种身份的象征 你看以前的有钱人 都是吃的筷子 不是普通木来的 是用鱼啊 或者是金啊 银来做的 所以这个也是筷子 也是代表一种身份 海鸥中华文化书院 是由海鸥集团赞助 云南白药气务剂 跌打损伤 翻翻就见效 荣誉呈现